就結束了 我想我今天是以社會福利界的代表 在這邊很求各位 我們廣時周邊的理名 能夠更加的促成我們這個園區的開發 那道理是這樣 就是 事實上 今天這兩次的場合 讓我感覺到 老實講廣時我們這樣的一個說明會 不管是居民也好 或者是台北市政府也好 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兩個組織 那在這樣的一個溝通的過程裡面 事實上整個計畫做了非常多的調整 我們社福界對於廣時的關注 也不只是這幾年 從最早全區用BOT開發 到市府拿回來自己做 這整個過程其實大家都非常的了解 非常的關注 因為實際上在台北市的身心障礙者 有2748人 是屬於室外安置的 因為我們沒有足夠的機構 可以來協助這些身心障礙朋友 我們台北市因為地價的高漲 從民國95年到民國105年 總共少了100家養護機構 老實講我們的老人 我們的長輩 我們這些身心障礙者到哪裡去接受服務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裡面 事實上我們這樣的一個 社福需求的團體 也給台北市政府非常大的壓力 希望他們展出空間提供服務 用BOT的方式來結合相關的專業的民間資源 來提供服務 但是之前大概有10年的時間 台北市很難再找出新的空間 除了一些已經蓋好的一些 像區民的活動中心 或者是什麼 有些部分或者是學校 有些部分釋出以外 要符合社會福利機構設施 立案的標準的空間 基本上都完全沒有增加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我們不樂見的一個 一個整個台北市的一個願景 那好不容易 社會住宅這件事情 在近幾年來 大概這五年的光景 特別因為很多年輕人買不起房子 很多弱勢戶租不起房子 而造成這樣的一個整個政策的一個方向 那我們也很感謝台北市政府 在我們住宅法 還沒有修法要把弱勢的比例 從10%提高到30%的時候 北市跟新北市都優先希望保留 這樣的一個住宅的量 給這些弱勢的民眾 特別我們這些做社福界的機構 也非常要求社會局一定要把整個社會住宅 整個工宅的低樓層 來做為社會福利機構的用途 那這個部分社會局也定進去了 今天不只是我們各位居民在這邊 有非常多對於交通 對於利率保留的一些意見 事實上社會局也跟我們這些弱勢的團體 開了非常多的說明會 其實大家也都在那裡 大家說這個沒有那個沒有 都不能退一張衝上 那事實上我覺得社會局 都發局其實也是夾金餅乾 它必須面對我們所有台北市民的各式各樣的需求 那我今天其實這兩次 其實我心裡非常的感動 因為所有願意站出來關心公共政策的民眾 其實都是偉大市民 那我其實也非常感動 我們市府各局處的代表 特別是林局長、許局長等等 包括交通局 能夠在這邊聆聽多次的來這邊辦說明會 來林居民意見 然後也減少量體 然後保留公園 拆除福德民宅 那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互動的過程 都讓我們可以看到未來整個廣池 就是國外園區一定可以做到最好 那這是我忠心的期待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去年的中秋節 師父給大家的禮物 是北邊的停車場 那請